為什麼我去開計程車 因為我活不下去了 甚至我也有去當保全 也送過外送 我也有憂鬱症過 我也有曾經想要不好的念頭過 我只要想到我太太 我的小朋友 不管是什麼 為了他們好 我就咬著牙坐吧 我是少少王少普 我曾經有一個樂團 叫做強編樂團 我們有發過四張專輯 在戲劇方面 我有演過 終極三國 終極一般 終極二 但是我現在 在開計程車 為什麼我去開計程車 因為我活不下去了 這兩到三年的時間 疫情的關係 沒有人在辦活動 因為可能我以前 是歌手的時候 我可以到各地去表演唱歌 但因為這疫情的關係 這個收入都是零 再加上演戲的部分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表現不好 或者是有一些因錯養差 所以很多戲劇 都沒有看到我 所以在這段期間 我完全都沒有收入 可能有一些收入就是去上一些節目 基本上我的收入 大概也是落在一萬五到兩萬 老實說一個男生 一個月只賺一萬五到兩萬 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尤其是小孩子剛出生 這兩年 其實我們都一直在吃老本 所以我就在一些平台上找工作 不管是111 或者是104 那個的我都找過 當過通訊行的店員 甚至我也有去當保全 然後也送過外送 也因為因緣機會 自己坐計程車 計程車司機跟我講說 這很彈性啊 我這台車是租的啊 然後我想要什麼時候上班 就什麼時候上班 我想說 這個還蠻適合我的 你現在每天大概跑個幾個小時 大概都是 八到十個小時左右 我一個月至少收入可以到 四萬到六萬之間 純跑計程車 但是我沒有扣掉那個成本 因為我現在是租車 所以現在跑計程車的收入 讓你真的有比較安心呢 有啊 經濟方面 我知道我有一個穩定的工作 而不是我每天在等工作 而且我上完通告之後 要回家 也是車程 我就開計程車去上通告 下通告 主持人美秀姐要上車 我就在美秀姐我載你 在我周一致錢 然後立金姐來來上車 瓜哥上車 很好啊 我變成明星計程車 我最常遇到的事情就是等戲 可能第一場戲有我 然後中間一大段 都沒有我 然後到最後一場戲才有我 我有七個小時 我幹嘛 我去跑車啊 那表示說什麼 我左邊也拿 右邊也拿 我覺得很好啊 我有一次 拍一個學生劇 我開車去桃園 然後說 那個少哥對不起 今天那個攝影機 光圈有點問題 今天可能不能拍了 我說喔好拜拜 把那個營業的APP打開 然後那個跳表機打開 然後開始營業 至少我 不會在於沒事的時候 我要找事做 而是沒事的時候 我就直接有這件事情可以做 你好 你好我要去南港區 好的 我們開車是 保持 保持專心 然後保持安全 對對對 這才是最重要 最重要 在台北市有常開車 所以我對於開車這個技能 我覺得還可以 而且台北市的路 我在開技能之前 我自認為我覺得 大部分我應該知道 殊不知我第一天 有一個客人上車就說 我要去社子街 我想說 社子街在哪啊 40附近 啊啊好好好 就是 還Google 就連我覺得我好像對於台北市的路名 蠻熟悉的 但是 真正在開的時候 還是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地方 這就是所謂我覺得 隔行如隔山 會有乘客認出我 他們會關心我說 欸我之前有看你演的戲耶 啊你怎麼現在不演 我就說 沒有人找我騙 我也想演啊 對很現實 啊我就覺得說 這樣也好 我不想要當那種 好像沒有人可以觸摸到我的藝人 其實我就像你的鄰居一樣的藝人 我覺得比較好一點 因為他們會跟我請訴啊 或者是他們想了解啊 欸 當藝人是不是很好 就沒有 你看我現在在幹嘛 你有沒有載過什麼奇葩的乘客 就是我開車的前兩三天 在東華南路那邊接到一個女生 然後那個女生一上車就是有點特罪這樣 然後我就 小姐要去哪裡 她說她要去中火 我說好 然後她說 司機大哥 你有名片嗎 我說我沒有耶 喔 是喔 那你有電話嗎 可以跟你要Line嗎 好 我想說幹嘛 然後一錄就是 喔 好熱喔 司機大哥冷氣可以開大一點嗎 喔好 然後 司機大哥你真的不加一下Line嗎 我想說 What the hell 姓騷擾我 我去公司的時候 公司說 講話小心 因為有些乘客會覺得 你在姓騷擾他 所以你不要覺得說 女生你就可以開玩笑 有什麼不要 那我現在怎麼辦 我被人家去 我就覺得很奇怪 下次多少錢 我就說 300 不能算我便宜一點 我就是 不行啦 這跳表多少是多少 不能換Line喔 想說好啊 不然一千我給你Line 沒有啦 我後來就是趕快收錢了 然後那個 乘客下車就趕快結束這樣子 不然女人有點醉啊 好恐怖喔 進來我的車子的 每個客人 都像是我演戲的養分一樣 我每天都在吸收 不一樣的整個 注入在我的靈魂裡面 然後要去表演 或者是演戲 拿到膠本 我就看到 是怎樣 好我現在想一下 哪一個上車的客人 是正用數據 找到了就是你 好來開始 這樣就好了 現在的收入啊 跟你全盛時期相比 大概差了多少 差一半 一半以上 老實說啦 我以前的樂團 在紅的時候 我們一場表演 就是我一個月的收入 跨年演唱會 我們團 就是六位數 自己會不會 就有那麼一點遺憾的感覺 以前很風光 現在怎麼這樣子 這種事情我不會想 如果我都是一個 很死的角度 就是說 靠 我現在是一個明星 我來開計程車 這個不就是 我一個很毀壞的人生嗎 如果你用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你這輩子都不會快樂 那我現在快樂是說 我現在用一個很健康的角度 去看這一個職業 你就覺得 這事情沒有這麼的 卑微嗎 很多人對於我去開計程車 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點職業歧視啊 我覺得這是不應該的 就是職業是不分貴賤 不管是做什麼 其實我剛這樣子講 好像我很厲害 其實 外面大多數人都跟我一樣啊 大家都是為了生活在跑啊 為了活下去 我也是那個人啊 沒區別 我只要想到 我愛的那個人 我太太 我的小朋友 不管是什麼 為了他們好 我就咬著牙坐吧 我現在去開計程車 我也是一種傳承 我要告訴大家 不要再執著這些光線量力 我們這些人有苦 我們也許可以用不一樣的方式去呈現 或者是讓自己過得更好 而不要在生活在恐懼之內 我們把自己拉出來 我的人生起伏很大 我也有憂鬱症過 我也有曾經想要 不好的念頭過 我也有曾經大紅過 我也當過店員 我也曾經在警察局 酒駕被關 那我現在也在開計程車 那這些事情 就是造就了我的一個人格 跟我的人生 那我弄清楚 什麼是好 什麼是不好 那我要去教導 我的小孩 甚至於我身邊的朋友 就是好的事情我們做 對的事情我們做 不對的事情 我們不要做 我就是很謝謝他 願意就是為了我們 因為大家也看過 也知道他之前是在舞台上表演的人 願意放下這一些身段 然後就是去做一個 就是為民服務的工作 我就是真的很感謝他 但其實我沒有當面的跟他講過 但是我相信他應該感受得到我的態度 他現在常常是半夜 我都會問他說 老公你還好嗎 就是已經很晚了 三四點 他就跟我說 我想要再多接一點 擔憂我想多轉一點 我現在是沒有辦法拉他回來 我拉不回來 我叫他回來他都不要 我只能說好 那你注意安全 如果真的累了 你一定要回來休息 就不能再開了 他說好 真的不像大家表面看了說 我好像很正面 其實我們有很多難處 老實說 在我還沒開計程車之前 收入其實真的是 才會比較高一點 那我趨近於零 很多支出什麼的 都是才會帶電比較多 這是事實 但是在那個中間 我真的有想說 我該怎麼樣 去做哪個工作 可以平衡掉這件事情 因為我知道我太太不平衡了 所以才會去做這個動作 我也在那個當下 我沒有跟我太太好好溝通 而且兩個人有點隔閡 他也擔心我 我也擔心他 也是回到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有了這份工作 大家有一個穩定感 而真的不是為了錢 就是那個穩定安心感 我們才會這麼的好 就變好了 對 沒錯 í喔 來吧 多謝